因为我们时代 对不起 我们台湾民众党 他点口误说成时代力量 民众党党团总召黄国昌 肩负小草宣讲 怒轰执政党 柯建民他们几个人跳出来说 这个不能编 这个违宪 奇怪了 这个案子是你们民进党立委提的 也要声援柯文哲 全台各地疯抢黄国昌开奖 虽然柯文哲被羁押 民众党也按规划 举行第三届党代表选举 党代表参选人 除了要资格审查 还需取得15名党员联署 代表党内权力核心 可能大洗牌 这本来就按照既定的步骤在进行 会不会推指定并参选 讨论或许还早了点 关键之一是党代表 或许要选出票选中央委员 摊开目前中央委员名单 亲柯文哲的有冯启燕 以及有柯文哲指定的林富男 还有亲蔡壁如的张凯军和江和树 虽然黄珊已请辞中央委员也被停权 但被视为黄珊珊子弟兵的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优成 蓄积地方实力 双簧之争恐怕上演 尤其今年民众党代表大会 已通过修改党章 定出票选中央委员席次最少9席 而且不得低于 当然加指定中央委员总数 意味着扩大党代表权力 势必又是一番角力 或许有人已经巧巧布局 脸书贴出一张单车照片 使到我会继续骑下去 而这正是民众党三中年之际 柯文哲传承给黄珊珊的 如今他代替柯文哲赴美访问 就遭质疑 明明没了党职 为何还代表去 民众党解释 本来黄珊珊就是访团成员之一 党公职遵循柯主席丁宁 各自岗位好好努力 却先被质疑正当性 就怕断了秩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